玩烟火是真的真的要注意安全 因为在台北县的三峡 有一名12岁的男童 他就是一次被这个烟火炸烂了他的右脸 而且这个血流满面 右眼的水晶体还流了出来 目前他是在医院昏迷当中 恐怕会失明 因为现场警方立起三角锥围起封锁线 地上一大滩血字 还有烟火碎血 两三只点火的箱掉在地上 20号晚上11点多 一群少年小朋友 在三峡长幅桥上玩烟火 突然间碰的一声 12岁良姓男童右眼被炸 现场同伴一见四处惊涛 他直接点了碰就这样子的 大声尖叫这样子 然后后来他们就说是眼睛被炸到 男童鲜血满面 右眼一次遭到高空烟火射出炸烂爆裂 水晶体已经流出来 躺在地上 而他身边却没有半个同伴 右眼已经不见了 可能被炸掉 然后整个嘴部以上脸都是焦黑的 他是不停的含痛还是 他是一直在呻吟 由于附近紧邻住民景点祖师庙 加上附近店家也有卖烟火鞭炮 常常有民众在桥上或桥下西边玩烟火 受伤的良姓男童从小是给阿嬷待大 趁着大年初六天气好和附近邻居玩烟火 却发生意外 目前还在医院昏迷当中 但是他的右眼恐怕将会失明 整理新闻解证书 柯云青台北报道